6月17日 中国第一款电影联名车 东风旗下猛士科技全域机动豪华电动越野座驾猛士917蛟龙战甲正式开启预售 新车预售价格区间为76.8万元到86.8万元 林超贤在选角上的严苛是众所周知的 蛟龙行动作为军事类题材电影 战场想定要求电影道具车要求也会非常严苛 猛士917蛟龙战甲有哪些过人之处 首先 这款车外形够酷 作为中国第一款电影联名车 猛士917蛟龙战甲在设计上巧妙地融合了雄魂设计与中国龙文化 整车造型高大威猛 霸气十足 车顶平台的防风罩借鉴了军车的银弹面设计 全封闭悬翼锻缎造轮毂的灵感则来源于军车 而车身铜色的车门防擦板更是巧妙地融入了枪械元素 猛士917蛟龙战甲标配沙漠风暴黄军式涂装 采用高量器工艺 净显高鸡蛋 为了满足不同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 蛟龙战甲还提供了打鼓音 格涅黑 范金绿等三种选装车色 内饰方面 猛士917蛟龙战甲提供月影灰 冰霜白 试验呈三种内饰配色 储物空间上 猛士917蛟龙战甲搭载碳纤维侧挂储物箱不仅质地轻巧且容积高达40升 为长途越野提供了充足的储物空间 其次 这款车实力够硬 从材料来看 为了应对复杂的越野环境 蛟龙战甲在车身防护方面也下足了功夫 分体式前后宝杠设计 上杠采用碳纤维材质 既减轻了车身重量又增加了美关性 下杠及侧杠则采用高强度碳钢材质 提供了更硬核的防护能力 精亮花越野防撞护栏 进一步增强了车头的正面防护能力 可收回数值分离器 则让丛林探险与城市穿越随心切换 这不仅仅是一辆车 更是一个移动的生活平台 让越野之旅变得丰富多彩 仅仅能玩的也还远远不够 蛟龙战甲的多功能后拖车沟 集成防车取电口 还提供了高达2.5吨的最大牵引力 在动力上 作为全域通达的豪华越野座驾 猛士917蛟龙战甲 搭载增程版动力系统 最大马力816匹 在猛士智能越野架构 MPEG技术加持下 猛士917蛟龙战甲 能够在各种地形下 提供持久坚韧的支撑力 保证车辆在各种路况下 都能保持稳定和舒适 除此以外 蛟龙战甲配备T-MAX专业电动脚盘 不仅耐腐蚀 耐高温 耐浸泡 能够在恶劣的越野环境下 提供稳定的动力输出 其12,500磅的拉力 足以应对大部分越野脱困场景 是越野者不可或缺的脱困神器 在轮胎安全方面 全尺寸备胎是安全抵达的保障 扩展位和高位刹车灯支架 最后 不得不提这款车纯正的血统吗 猛士917蛟龙战甲 源自有着几十年军车经验的猛士科技 军规及标准带来的战场生存能力 总结一下 作为中国第一款电影年名车 猛士917蛟龙战甲出道大荧幕 彰显了中国汽车制造的卓越实力